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3日 昨天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 讲到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在北京嘴巴了一次隆重的活动 李克强做了批示,没出面 胡孙华讲话 我曾经发了一个视频评论 谈的是胡孙华的事情 今天再来谈谈会议 一些意义和特点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早就成立了 集团是2019年 9月28号成立的 那么当时的注册资本是1500亿 国资委,国务院百分之百控股 它的经营范围就是什么呢 吊水工程,开发建设与运营 水生态保护 水污染治理 水的生产和供应 项目投资 电力生产等等 隋当集团的这个董事长 大老板水利不服务 叫蒋旭光 你想有的集团呢 现在又有一个有限公司 这什么意思 现在是真正开始干了 大干一场 以前这个工程早就开工了 甚至有的他分三线啊 有的线都已经这个做出成绩来了 投入试用了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间 把这事如此隆重的推出啊 李克强要做席事 胡总统还要亲自上阵 还要搞一次成立大会 国务委员王勇也出席 那就是因为什么呢 内循环开始了 如果说习近平啊 搞这个内循环啊 解决现在目前这个 中共这个经济的困境啊 最大的工程 真正招手开始干的 应该是这个 这是很值得研究 和这个分析 本人认为啊 这个内循环在中国 这个 现在习近平决心比较大 一定要搞 李克强也好 吴孙华好 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也必须啊 就是说 扎扎实去做 因为你 你不这样做 经济就崩盘了 这个工程啊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这个三峡工程还有大 所谓这个南水北调 就是把这个长江流域 这个风营的水资源 抽调一部分 送到华北 和中国的西北地区 改变什么过境那种 就是北边烙 南边烙 北边汉 北方地区水资源 资源严重短缺 就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工程 目的就是使什么呢 使这个中国的南北经济 社会和人口 资源 环境 协调发展 它分了三个线 这个东线 中线和西线 总投资多少 5000亿人民币 叫大工程 因为你这 只有搞这大工程 你才能带动这个经济 搞房地产是不行的 对不对 这个工程难度 规模都超过这个三峡了 目前 现在应该讲是 这个轰轰烈烈开始干了 其实中线工程 2014年12月12号 已经正式通水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就是这两条 大河嘛 黄河一个长江云 以前 以前我曾经讲过 这个 能治理好的国家 主要是在回治水 治水不外乎就是 一个是风土 一个是疏导 中国古代那些帝王 不都是大于治水吗 因此呢 这是我自己分析 这个中国的专制政权领导人 从毛泽东开始 也到现在为止 一般来讲 就是说 这个干的时间较长 比较稳当的 就没出什么太大的事 总体上 在任这个比较久的领导人 都是三天水 名字带三天水 毛泽东 毛润姿 两个名字 都带三天水 江泽民 胡锦刀 胡锦刀是最多的 胡锦刀 这个温家 等等 你看 凡是这个 不带金子 三天水 干时间都比较多 容易出事 你看叫 华国锋 是不是 朱镕金干了一届 对不对 习近平呢 也不得三天水 对吧 等等 这说明什么 治理中国的有特点 你首先 有缘分 有能力 就是说 能治好水 那么 中国自古就有治水 就是两种方式 一软一硬 其实治理国家 也是软的一手 和硬的一手 或者同俗的讲 一个是骗 一个是抓 对不对 疏到 一个是抓 关到大牢里去 甚至杀透 这是半开玩笑 那么 这次搞这个内循环 这是逼不得已 因为和美国现在彻底翻脸了 美资纷纷撤离 日本资金也撤离了 于是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 叫自娱自乐 自己玩 但是 习近平 似乎也留了一个空间 就是什么呢 看看能不能 改善改善吧 就搞了一个什么呢 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为主 这留了一步 为什么现在不太 让这个胡尊华 又开始主导 这个外景外貌 或许也是留个好手 手中的底线 那么呢 那就讲这个 这个 南水北调 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 而且具有争议 就和长家三家一样 从论证到动手 到现在为止 冷然就 有很多人不同意见 就刚才我讲的 因为中国就是两条 很大自然富裕的 孕育的中华人 你随便给他截断 随便给他搞这么一个 南门的 那么北门的 这个 好像不是太吉利 我个人认为 那当时 现在已经 干了 而且 已经见到这个校医了 根据 媒体的报道 就是中性工程 2014年12月22号 就已经通水了 那么到底这里 干的怎么样 本人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 但是现在习近平要 把这个事打上旗鼓了 干 也和他这个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困境 面临经济困境之外 还有一个 他学毛泽东 这个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毛泽东早在1952年 10月30号 就提出什么呢 南方水多 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 借点水来 也是可以的 就毛泽东随便讲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很多的水利部门专家 就讨论过 论证过 几十年的研究 决定最后 分别从长江中下游 掉水 即西线工程 中线工程 和东线工程 于是就成立了 这么非常庞大的一些部门 就开始饮水 也安排了 一大批的官僚 这些详细情况 大家从网络上去看 都非常非常多的报道 利和弊 两方面都有 那么现在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似乎 李克强也好 胡春华也好 这个 至少就顺从了 习近平这个决定了 这也是 所谓党中央国务院 这个一切研究决定 没有办法 不得已维持 那么这里 网上也有一个 就是说 工程的主要的 这个数据图 因为现在你想 也不能再搞 这个一带一路了 你别看官媒 讲一带一路 实际上 基本是停顿 那么呢 你不可能成为 世界工厂了 你生产东西给谁 人家美国工厂 都搬回自己国家了 对不对 即使不搬回 有一些 也挪到越南 柬埔寨 老挝 等等 东南亚 菲律宾 对不对 那么日本企 你更不用讲了 台湾的也不这样的 那就是说 你得靠自己找生意 什么生意 像这个南水北调 我认为 内循环 如果说 有希望能循环起来的话 可能唯一的可靠 就是这个项 本人认为 你看这个工程 主要素纪图 在这 你看 你看它这个 光字土师方工程 干脂工程 静态 400亿 这个总的400亿 土 土方开往6.6亿 石方开往 有0.6 土师方填柱 2.3亿 混凝土的需要多少 你想 1583万 静态 这个等等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大生意 内循环 得搞出点动静来 搞出点火车头 经济带动的火车头 我估计这属于火车头 所以说 习近平 这个 这个想法 这个或许在 这个过去那个 就是和纵米关系 比较好的时候 但这个工程 干的工程当中 我估计 干干停停 没有那么急迫 那现在就不同了 全部身心 就干这个南碎北调 用它拉动什么 拉动那些 土师方工程 是不是 还有其他 这个水生态保护 水污染助理 这个治理 开发 建设 运营 还有这个电力 等等 这样可以对 目前这种经济形势 注入一个强行计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说 这次这个会议 这个在北京举办 搞得非常隆重 但是不太清楚 这个南水北调集团 有限公司 就到底和这个 这个九月 九月成立这个集团 它是不是集团 下面的一个公司 一个部门啊 那到底是法人代表 所以现在没有公布 不知什么原因 那一定也是 国资委 国务院选派的 那么 胡春华在这个 整个的报道当中 讲话的时候 也是不忘就是 捧一捧习近平 就胡春华很善行 流血拍马 你看 他在这个报道当中 就这么短一个报道 大概有个 千八百字 竟然三处 三处提到习近平 你看 第一处就是什么呢 要坚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你搞南水北调 也得习近平 知道 那在习近平之前 这个项目就开始干了 你怎么说 是不是 就自相矛盾 而且你看 第二次然断 又讲到了 组建南水北调 集团有限公司 是以习近平同志 给核心的 怎么怎么怎么样 完了 简洁下一句话 就是 南水比到 集团有限公司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数 有重要知识精神 等等等等 只不过加了一句 弱势 是李克强 总理 是李克强 白凭他们两个关系 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 胡春华也好 李克强也好 现在都在顺从习近平 就开始了内循环 不得不内循环 实际上如果习近平 不搞这个 极左这一套 上任以来 不搞倒行逆势 不搞这个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验 不和美国争霸 不借南海这些军事设施 不搞一带一路 不到处瞎忽悠着事 战狼外交 这个不打压言论 就没有李文亮的故事 那么现在 根本没有必要 去忽悠着南北工程 那碎北调工程 这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到了 习近平的名字里 没有三点水 他治理这个国家 确实没有能力 应当承认 那么今天的 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